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说说兄长力爆红的 护帝狂魔,杖相 这个介于人类与咒灵之间的存在 为什么总是闭口开口都是弟弟 身为咒胎的他又是如何诞生于世 杖相为什么又能使用 家帽家祖传的术士,赤血超数呢? 这部影片将来详细说说作者借鉴 特别用心塑造 杖相与虎杖兄弟关系的真正原因 那影片涉及大量的剧透 还请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就来说说奏胎九象徒是如何产生 他们的母亲与父亲又有什么特殊身份呢? 事实上在大约150年前的明治时代 一位未婚的女子却突然凭空怀上孩子 这被家族的人们认为不洁并且冷嘲乐讽 最终女子看见诞生出来的小孩 竟然是非人类的奇怪生物 她慌张抱着没有生命的王孩来到了寺庙 求助于当地出名的咒术师 在这一刻这名女子的人生 却也真正地落入地狱 原来这个女子 又是能与咒灵诞生出小孩的特异体质 这让玉山家污点的家冒献人 如同发现宝藏 她开始让这名女人继续与咒灵怀孕 并且在当中加入自己的协议 总共九次残忍自己所诞生出来的死胎 就是流传至今的咒胎九象徒 前三个咒胎的力量 甚至强大到足以被列为特级咒物 这九个孩子之间并没有母亲遭受残忍对待的记忆 不过唯有一件事深刻地影响着他们 那就是这些咒物间有着血浓浴水的情情羁绊 这世界上唯有彼此是同类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家人 就当一百年后使用下游截身体的卷所 想利用当时自己创造的咒胎替自己办事 于是就把人类当成容器为下了咒物 于是就成为了瘦肉的咒胎九象徒 这个既不是人类也非咒灵的身份 分别依照强度与备分式 大哥杖相、二哥坏相与三弟写图 至于6-9号因为太弱也不影响剧情 作者也说明自己没有考虑让其他兄弟登场 这一刻因为以咒力抗性非常差的人类作为容器 与能吃下束挪手指天生强大体质的虎杖非常不同 这让咒胎们完整还原了自身长大的容貌 并没有受到人类样貌的影响 这次兄弟们第一次知道彼此长什么样子 不过那些浓于水的特性 不管相隔多远都能感受到彼此 所以就算长得不像兄弟 也能明白彼此的身份 这里帐相也说出让我非常喜欢他的台词 他约定自己都是为了兄弟而活 咒胎们的存在非常可能被咒術师争相扶除 所以他们最终决定协助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咒灵一方 就当帐相的弟弟坏相与写徒 前往夺取咒灵体内的一根束挪手指 这里我们就能知道身为大哥的上相 实地肯定大于一根束挪的手指 这时帐相却感受到自己的两名弟弟突然死亡 最终明白凶手就是束挪的容器 五丈幽人 上相此时此刻唯一想做的就是替弟弟复仇 这就是身为兄长必须履行的责任 其实一直与咒灵合作的帐相 角色立场非常特别 介于反派与好人之间 帐相与弟弟们始终都没有杀光人类 又或是扶除咒灵的伟大目标 他们的存在介于咒灵与人类之间 既不是全然滥杀人类的反派 更不是想要保护人类的术师 唯一想做的就是守护自己的家人 并且以这个独特的身份继续活下去 在公司书当中 他们被列为反派的一方 但我个人认为 这个中立好坏难以分辨的人物 才是更具有独特的魅力 这样像是一个前期剧情不多 但在后面算是设计非常立体 饱满的人物 另外二哥坏相 亲眼送走弟弟写图的流泪画面 是咒术回战当中少有重视家人的感人剧情 并且这个重点竟然出现于非人类的瘦肉身上 这更强调出他们之间血液的羁绊 更浓于一般的人类 之后在下游节引发的色谷事变当中 我们能够看见肉胡跃跃欲试 满心期待想要杀了五条五 但反观障相却满脸不情愿 犹如直月倦怠 甚至只发动两招刺血超速的招式 就站在一旁看着花雨被五条压成灰烬 这时慌张害怕的肉胡大骂着 如果你不帮忙我就先杀了你 杖相才异性阑珊的开始工作 就当五条五彻底被封印在羽门江当中 这也算达成了当初与下游节的合作协议 于是杖相就开始寻找杀地仇人 护上优人 这里我来快速聊聊杖相的术士 赤血超速 我们都知道这是羽三甲之一甲毛的祖传术士 能够透过咒力控制自身的血液 在远距离能使出达到因素的箭矢穿血 近距离则加速自身血液 提高力量与速度 是一个远近战斗都非常强的术士 但缺点就是会不断消耗血液 最终失血过多 不过在非人类的杖相身上 却能够完全发挥出这个术士的精髓 它能够以咒力不断地补充血液 达到只要还有咒力 就不会失血过多的效果 甚至杖相的血液 与坏相一样含有剧毒 这完美的搭配都让杖相成为最适合 赤血超速的人 完全超越拥有家冒家 继承权的家冒献祭 就当杖相遇见了杀地仇人的那一刻 他尽管非常愤怒 却出奇地冷静 杖相问着胡桑 自己的两位弟弟留下了什么遗言 这突然对话打断了战斗的剧情节奏 虽然突兀却非常完整刻画这个人物的细节 复仇对他来说尽管重要 但杖相更想知道弟弟们迷留时的模样 最终知道弟弟在临终时 喊泪而亡 这让没有做到兄长责任的杖相 除了自责 更是激发出充满觉悟的杀意 他直接使出了达到因素的穿血 胡桑将要被贯穿头部之时 赶紧躲开 他非常明白晋升战 才能避免被这招击中 于是快速接近 以自己擅长的肉搏 借此打断出招 但杖相却使出将血液压缩 造成像四面八方散射的超新星 接着以血液化作的刀刃 攻击胡桑的双脚 不过这连续精彩的攻击 并未让胡桑因为剧痛而退缩 他反而将受伤的脚 用力踢向了杖相 这颗杖相因为晋升战略居下风 持住了体内血液加速 得到强大力量的翅磷跃动 这没有速式的极大差距 让胡桑完全束手无策 这次胡桑逃走 并且躲在厕所当中 另杖相意外的是 突然出现另一个人的声音 他挑衅说着 你不敢过来吗 胆小鬼 这些话自然不会影响 冷静沉着的杖相 但这个声音随后补上的 就跟你弟弟一样 这却让杖相气到脸皱成一团 直接冲进敌人的陷阱 发出声音机械玩的耳机 立刻就被穿血击水 这一刻被打破水管的厕所 涌出大量的水 由于血液当中的成分 分别是血浆 红血球与血小板 红血球碰到一般的水 将会因为渗透压而破裂 这导致杖相无法控制 45%的自身血液 所以就无法在体外凝聚血液 使出穿血等等招式 杖相使出了赫灵月洞 在 我们都知道 咒術回战当中 将术士升华到最高境界 就是领域展开 但并不是人人都会将术士 化作领域 难与领域相提并论的 那就是术士的奥义 极之番 这个意思就是将术士本身 发挥得如火纯青 不过杖相使出的赫灵月洞 后面加的在 就是除了极之番以外 将所有咒力与力量 灌注在术士扩张当中 进而发挥出最大限度的能力 简单来说 就是将术士衍生出的招式 提升至接近领域的等级 这就是作者埋藏在公式书当中 资深观众必须知道的超小细节 这一刻 两人进入了狭窄空间的肉搏战 在激烈的打斗当中 双方平分秋色 无人能占上风 不过这一刻 杖相却暗自使用咒力 将血液凝固 并且藏在手掌之中 接着在近距离 将如同子弹的血块 射穿虎杖的身体 就当看似杖相将要胜利之时 虎杖明明受重伤的身体 却依旧屹立不搖 这时杖相将血液凝固 增加硬度 宁愿面临着血栓 导致缺氧的风险 也一点都不敢小看 此时在意毫无动摇的虎杖 一方是为了替弟弟复仇的 血海深仇 另一方则是明白自己的使命 就算死亡 也要让同伴踏过自己的尸体 拯救五条老师 最终有着深刻觉悟的虎杖 找出空隙 打出累积久的强力重拳 却立刻被杖相 给予致命连续的反击 原来杖相早就已经将腹部 用血块硬化 得到如同铁块般的坚硬皮肤 就当他要替自己的弟弟 成功复仇时 杖相的脑中却突然出现 不存在的记忆 自己与其他八名弟弟 聚餐的欢乐时光 虎杖幽人却也在其中 这个画面其实就是在表达 透过协议无法作假的讯息 虎杖幽人确实就是自己的弟弟 当时卷所利用虎杖母亲的身体 就已经将血液融入其中 同时也因为血液相连的影响 杖相也感受到 虎杖面临死亡的情绪 这无畏杂成混乱的感受 让杖相冷汗直流 之后从晕厥当中醒来的杖相 最终想起下游杰就是玩弄母亲的术师 并且还让自己差点杀死弟弟虎杖 他愤怒对下游杰展开攻击 这时咒术师与诅咒师 全员到齐的紧张刺激氛围 虎杖问着杖相是不是自己人 杖相却满脸震惊说着 不是 我是你哥哥 可不可以叫一声来听听 叫我哥哥 在这严肃的剧情当中 杖相突如其来的兄长爱 绝对是能够让观众笑出声 充满朝点的有趣剧情 虎杖甚至被熊猫调侃 有着吸引奇怪人的体质 最终下游截离去 同时放出武术的咒铃 杖相就立刻站在弟弟的面前 之后更是吸引不离地跟着虎杖 就当咒术高层对宿挪的龙器宣判死刑 狂妄自大的残怨直哉率先现身 接着就是伴随强大气场的遗骨忧太 这时户地狂魔想让虎杖先逃跑 自己要留下牵制这两名咒术师 就当杖相将血液压缩 将死出穿血时 却被直哉迅雷不及掩饵的速度所打断 激怜的快速攻击 也让杖相无法阻止遗骨忧太 这一刻对于想要杀死弟弟的 不管是术师还是咒铃 杖相都会让对手无法活着离开 直哉的术师投影咒法 因为比较复杂解说起来会拉长影片的时间 所以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对手必须在0.04秒内做出反应 否则将会如同人偶 只能待战者被攻击而亡 但杖相身为兄长必须守护弟弟的觉悟 再加上非人类的身体 不仅耐打更是不可能倒下 这让直哉 只好使用觉得让自己丢脸的刀具 世上直哉的兄长 因为无缘继承投影咒法 只能成为配刀灌注咒力的术师 这让直哉打从心底瞧不起 甚至觉得不如自己的哥哥 干脆去死算了 这与杖相的想法截然不同 他认为如果兄长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可以让弟弟们跟着自己 假如兄长走错了道路 也能让弟弟们引以为见 杖相说也许直哉 能一路成长到现在 都是有着兄长的帮助 洋人对兄弟羁绊的价值观截然不同 这颗杖相将咒力形成的血液 大量的涌出 并且利用穿血限制住敌人的行动 就当血液碰触到直哉的衣服 便能凝固让对手无法自如行动 但这点程度直哉依旧能够闪开穿血 不过如此手拧赤血超速的杖相 最终使出了四面八方散射的超猩猩 这出乎意料无处闪躲的攻击 直接让直哉倒下 甚至血液中的剧毒 让直哉彻底战败 之后当杖相在死灭回游的篇章当中 甚至于胡杖进入高砖与天元的结界 始终寸步不离的杖相 最终因为想要讨伐夏游杰 并且与其他骤胎弟弟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就充满不舍的暂时与胡杖分开 还因此留下了男儿类 世上作者借鉴夏夏 特别用心在设计 帐相与弟弟之间的兄弟情姨 他曾经在访谈当中说过 自己与读书考试工作 样样万能的哥哥完全相反 胡杖就是以自己的兄长为原型 并且作者也说过 兄弟关系是自己最喜欢的部分 所以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规划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咒太久象徒的兄弟羁绊 确实帐相也是我在咒术回战当中 最喜欢的人物前三名 不论是在故事背景与人物性格 不仅饱满立体 更是充满生命力 在于胡杖的这场战斗当中 更是我心目中排名前五的精彩战斗 不只是角色对战时的目的明确 构图更是充满力量与速度 帐相将处是发挥到极限 充满紧张刺激 近身体数的碰撞 这样充满价值观与意义的战斗 才能够令人难忘 如果觉得频道内的影片还不错 可以按赞、订阅 或是用我最近开启的 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